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电影的观众都陷入了杨子琼的魅力当中 他拍摄的武打动作片从来不用替身 他因为发生过意外事故 在保险发达的香港买不到保险 他被授予法兰西文学艺术歧视勋章 法国至高荣誉勋章 获封美国人物杂志电影史上35位大美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想于世界影坛的武打美女巨星 情感却波折不断 迄今未婚 是要求太高还是真像外界说的那样 情史泛滥借助男人提高自己的咖位 1962年杨子琼出生于马来西亚 父亲杨建德是一名有名的律师 在皇宫受封过拿都 在马来西亚颇具名望 杨子琼四岁开始学习芭蕾舞 同时还学习画画和钢琴 少年时期的他擅长游泳和羽毛球 甚至还代表过马来西亚参加过跳水比赛 除此之外 太活泼的杨子琼还喜欢高山滑雪和骑马 这些惊险刺激的活动 虽然爱好广泛 运动精不错 但杨子琼最热爱的还是芭蕾 他渴望成为马格特方婷这样的舞蹈大师 但天不遂人愿 在一次排练结束后 杨子琼因为疼痛去往医院就诊 被确认为了脊柱损伤 这个诊断结果对于热爱芭蕾舞的他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芭蕾舞演员了 可对于舞蹈的热爱 杨子琼还是选修了和舞蹈相关的舞蹈和俯修艺术 六年之后 21岁的杨子琼从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毕业 回到了马来西亚 参加了正在举办的马来西亚小姐评选 站在台上的她青春美丽 笑叶如花 此时台下的一个富商被这个女孩吸引了 这个富商就是潘迪生 潘迪生是香港知名富商 在她接手家族生意后 她觉得电影有搞头 便和红金宝创立了德宝电影公司 在选美比赛上 见到杨子琼后 潘迪生对她念念不忘 于是她盛情邀请杨子琼来香港发展 此时的潘迪生刚回到香港不久 就在商界上打了一场漂亮的品牌专营战 是一名妥妥的青年才俊 来到香港后的杨子琼 先是和成龙拍摄 Galros手表广告 后又和周润发拍了 Galros手表的另一个广告 此时的潘迪生趁热打铁 劝服杨子琼进入了自己创立的德宝电影公司 进水楼台先得月 潘迪生对杨子琼的关照 许多人都看在眼里 大哥喜欢的女人得照着 所以在杨子琼进入公司后 就在红金宝林子祥 主演的猫头鹰鱼小飞象中担任女主角 只不过那时候貌美青春的杨子琼 饰演的是一名温柔漂亮的文艺女老师 彼时的香港美女众多 神仙打架 王祖贤 林青霞 李嘉欣等等 这些人各个都有沉鱼落雁之资 所以虽然有自愿加持 但是杨子琼的美貌 在神仙打架的年代里 也不过是平常 果不其然电影上映 反映平平票房惨淡 杨子琼和他所在的德宝电影公司发愁了 另一个合作人红金宝有了主意 那就是拍摄一部动作片 潘迪生有些不忍 毕竟自己喜欢的女人 不想让杨子琼冒险 但是生性喜欢挑战不服输 又有拼倦的杨子琼却答应了 他对洪金宝说 他要去洪家班学习功夫 洪金宝看着眼前 这个秀丽柔弱的美女 他嘴巴硬撑着 随时恭候大驾 但是内心实在不相信 这个千金大小姐 真会和一群大爷们练功夫 没想到第二天 杨子琼真来到了洪家班 和一群操汉子练功打沙包踢腿 这一练就是半年 1985年《皇家师姐播出》 杨子琼在电影中亲自完成 戏中穿玻璃之类的危险动作 让观众眼前一亮 凭借此片 他提名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之后的两年 德宝定公司趁热打铁 让杨子琼卓演了《皇家战士》 通天大道两部电影 正当事业逐渐争争日上时 意外发生了 有一次杨子琼在拍电影时 不慎摔伤 医生误诊 杨子琼不再适合拍电影 这个消息 让26岁的杨子琼 再次陷入低谷 潘迪生早就想娶美人到手 这使得他大胆地 向杨子琼求婚了 杨子琼看着眼前 这个有钱有才的男人 也觉得这个人 不失为一个好的伴侣 于是1988年 嫁给了潘迪生 婚后杨子琼嫁夫随夫 听从潘迪生的建议 退出了影坛 可一入豪门深四海 豪门的生活 真的适合有主 见有拼劝的杨子琼吗 答案很明显不适合 1991年 杨子琼和潘迪生 因为性格不合协议离婚 另一方面 有个小道消息也传了出来 在和潘迪生结婚后的第一年 也就是1989年 杨子琼有外遇了 这个外遇的对象 来头也不小 他就是朱兆祥 也就是后来演员胡静的老公 此人1966年出生 现任马来西亚 孝恩集团的董事经理 身价高达50亿 但是朱兆祥和杨子琼的恋情 被朱姆吉利反对 一向孝顺的朱兆祥 听从母亲的建议 和杨子琼撇清了关系 在感情上 连续遭受背叛的杨子琼 将一腔悲愤 投入到了电影事业中 付出后的杨子琼 俨然变成了拼命三娘 在拍摄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中 亲自完成片中的高难度动作 不仅如此 他甚至一口气拍了六部动作片 其中就有与梅艳芳 张曼玉合作的东方三峡 就是在这部影片中 杨子琼和梅艳芳一见如故 成为了好朋友 多年后 梅艳芳病逝 杨子琼不远千里来吊炼 更是打破女人不服灵的传统 亲自扶着梅艳芳的棺材 送了她最后一程 长期拍摄动作片 也给杨子琼的职业生涯 埋下了隐患 1995年 在拍摄阿金的故事时 杨子琼从18米的高桥上摔下 颈椎严重摔坏 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 看到这一情景 几乎要窒息了 就连一向见多识广 见过不少惊险画面的 红金宝也是吓懵了 意外发生时 导演玄滑眼泪直流 保险公司更是吓得不轻 赶紧把她拉入黑名单 在杨子琼受伤住院的时候 一个男人的身影也出现了 她就是杨炳良 杨炳良是香港警服珠宝行的董事长 曾与叶剑文 珍妮 关芝林等女星拍拖过 可见其烈焰无数 两人在一起大概三年之后 35岁的杨子琼前往美国 拍摄明日帝国 两人最后因聚少离多分手了 感情上的一再不顺 让杨子琼变成了工作狂 或许 唯有在拍戏的时候 她曾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1997年 杨子琼在明日帝国中 帅气利落刺激冒险的武打动作 让全球观众惊艳不已 她更塑造了华人女性的国际新形象 同年杨子琼凭借文艺片 宋家皇朝提名最佳女配 此时的杨子琼早已打败 王祖贤林青霞等人 成为了香港片酬最高的女星 但是长期拍摄武打戏 对杨子琼来说身体开始吃不消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医生恰到好处的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这个医生就是哈佛医学院的美籍医生 艾伦 艾伦体贴的照顾 让杨子琼备受感动 于是在单身两年后 也就是1999年 她决定和艾伦订婚 但艾伦提出了一个要求 杨子琼退出影坛 和她在美国生活 考虑再三 杨子琼在2000年主动和艾伦 结出了婚约 如果结婚后不能够做自己 不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杨子琼宁愿不结婚 年纪越大 杨子琼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 2000年拍摄完《卧虎藏龙》后 38岁的杨子琼开始以拍摄文艺片为主 但是就在此时 她与还亚定公司总裁钟在司认识了 不久他们发展成了恋人 不仅如此 俩人还一起经营了神话定公司 在恋爱期间 本不想再出演动作片的杨子琼 《未来爱情》 在2004年的飞银中再次冒险 亲自骑着重型摩托车飞越长城 但是俩人的合作没有让电影搭卖 反而让公司亏损连连 事业上的滑铁炉也导致了感情上的破裂 童年俩人分手 感情事业上的双重打击 让杨子琼身心疲惫 于是她听从吴宇森的建议 将演艺重心转移到美国 此后的她远离了江湖的刀光剑影 远离了打打杀杀 这个时候 法拉利总裁托迪也毫无缝隙地 进入了杨子琼的生命里 2005年托迪直言已和杨子琼订婚 但是杨子琼单方面却一直为正面回应 或许是出于前面情感的遭遇 让杨子琼变得更加小心 直到过去了7年 才在2013年承认将会嫁给托迪 婚期暂定在2015年 而杨子琼自从和托迪在一起后 在电影拍摄上也开始减产 从2005年到2010年 杨子琼先后拍摄的电影 依然是以文艺片为主 比如《异计回忆录》 《遥远的北方》 《黄石的孩子》等 2010年为了报答好友 杨子琼和吴宇森合作 拍摄《剑语》 再次出演武侠片 此后除了2014年和真子丹 合作《卧虎藏龙2》之外 杨子琼基本上退出了 武侠动作片的拍摄 如今59岁的杨子琼 依然和法拉利总裁托迪在一起 只是结婚的日期 从2015年一直推到了现在 至于什么时候结婚 到底要不要嫁给托迪 只有杨子琼本人知道 过去不管是潘迪生朱兆祥 还是美籍医生艾冷 他们都希望杨子琼 能够回归家庭 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女人 但是对于生长于开放家庭 出身优越的杨子琼来说 做自己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永远排在第一位 如果结婚后不能够做自己 不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失去了自我 那么结婚又有何意义 这或许是杨子琼和Tody 携手17年 却没有迟迟办婚礼的原因吧 不得了 得了